那除了她之外呢 还有一位也非常少女非常活力的嘉宾 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菲菲老师 即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我们一起欢迎王菲菲 欢迎王菲菲老师 哈喽哈喽您先拍照 可以 好闪呀 哇和李斯是一个同一个系列的 叫做闪杀大家的双眼系列 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请工作人员来 递上菲菲姐的麦 好 菲菲姐我们先跟屏幕之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好的那个 呃王菲菲老师来到我们的红毯的第一个问题呢 是前面的上一位嘉宾 李斯丹妮老师给你留下来的 他不是说不能提吗 哈哈哈你怎么直接说出来 这是他的这是他抽取到的啊 要给下一位嘉宾留一个问题 没错 他说让你要夸一夸他 用三个词来夸一夸他 三个词夸一夸他 嗯他很多优点啊他很可爱 然后幽默 嗯 然后 奶白 哈哈哈 三个词根本夸不完是吧 对三个词夸不完 没错 对 那个刘宁哥你知道菲菲姐最近参加了音乐节不 非常多 而且我跟你说菲菲姐是全开麦 而且还有清唱 我们这个大家讨论非常多 所以当时你在想到这个全开麦还有清唱的时候 你内心是怎么想的 嗯 其实确实因为我看 听到很多粉丝说特别想看我的舞台 然后 嗯 为了这次的音乐节 我也好好的做了很多的准备 然后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舞台跟大家见面 然后对 对 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吧 对 非常的敬业职业的这个素养 让自己要为每一个舞台负责和致敬 嗯 那我们就菲菲姐我们移步到那边去拍照吧 嗯 嗯 嗯 我们有一组大片的拍摄 来 帮您拿一下这个话筒 嗯 好 好 注意安全 嗯 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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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好闪啊 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 嗯 生生小朋友 小小摄影师生生 给我们的菲菲姐拍照片 此刻的惊喜定格瞬间 没错 然后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好 稍后 将会把这一组非常好看的惊喜大片发送在我们的微博上 好 三二一 谢谢